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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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消息 我找到和英了 真的 我翻篇护证资料 才查出来的 前几天 我出城塔探的消息 这才发现这个和英 十几年前就搬到 隔壁镇上去定居了 一直到现在 她身患绝症 才回到县城来养病 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找她 好 嫂子 这边 你不断了 嫂子 这儿 你们是谁 你是和英吧 是啊 何女士 非常冒昧 我叫江苏秋 十五年前 是不是有一个叫黄敬的人 把一个未满周岁的女人 交给你 我就是那个女婴的母亲 她是我最小的女儿 我才请问你 你把她送到哪儿去了 你在说什么呀 我听不懂 是这样的 当年我的女儿 给人偷抱走了 我听说 黄金把那个女婴 卖给了你 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 她现在到底在哪儿 你在说什么呀 哪儿有什么女婴啊 别装傻了 和英啊 我是警队队长尤天 你的底细 我早就查得一清二楚 你年轻的时候 确实干过人口贩卖的购义 包括贩卖女婴 胡说八道 我从来没有干过那种缺德事 你不要冤枉我 我们来不是追究你的责任的 只要你坦白地告诉我 你把女婴卖到哪儿去了 何女士 我求你 我求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说了我不知道 你们 你们别整我好不好 我病了 累了 我要休息 护士 护士 怎么了 让你让她们出去 我根本不认识她们 可她们老缠着我 何女士 我求你 我请你告诉我好不好 你到底说不说 这位先生 请你小声点 这是医院 何女士 你再想想看 何英 走吧 我真的很想念我的孩子 我拜承你们出去 告诉我好不好 何女士 请你们出去 我求你 何女士 何女士 谢谢你 没事 听说 刘夫省长的儿子受伤了 现在在医院 是真的吗 是啊 怎么了 那刘夫人也在医院 对吗 是啊 怎么 你认识她 请你帮我找她一下 我想见她 何英第一次见到我们 可能是意识心虚 所以什么都不敢说出来 先别灰心 咱们下次再来 也只能这样子了 又天 谢谢你 怎么样 娘 嫂子 又天 是我娘 嫂子 娘 娘 娘 真的是你 我是素秋 我是素秋啊娘 素秋 你真的听不出 我的声音了吗 我是素秋啊 素 素秋 我不认得 老夫人 她是您的媳妇 你怎么不认识她呢 我媳妇 别开玩笑 我哪来的媳妇 我就一个人 小枫 我不认得她们 快带我走 快 快 王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嫂子 没错 她真的是我娘 娘 嫂子 娘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以为素秋死了 所以不认得我 娘 我没死 我活得好好的 娘 是我呀 老夫人 我是尤天啊 尤天你还记得吗 我是杜哥的属下 我是尤天哪 对不起 你们认错人了 我真的不认识你们 晓风 快 带我走 这到底怎么回事 她为什么 完全不记得我了 等一等 嫂子 老夫人好像想起什么来了 我想请教二位 有没有看见我的孙子 她叫永毅 你真的是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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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你娘 我只是要请问二位 有没有看见我的孙子 她叫永毅 有八岁了 大概就这么高 有没有看见她 有没有啊 娘 你说她的本名叫柳精英 是 我娘怎么了 为什么她不认得我了 她呀 整天念着要找孙子 找永毅 就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会认识你呢 知己的永毅 却不记得自己 她怎么会这样啊 我也不清楚 她先前被一间寺庙所收留 一直到最近 因为病情越来越严重 才被送到医院里来的 她生病了 她被送到医院里来的时候 情况已经很糟了 你知道 她的头部 曾经被重击过吗 我不知道 根据她的症状看来 可能是她脑部的旧伤 在她脑中 留下了一些血块 这些血块 渐渐地扩散 压迫到运动神经 让她慢慢地失去行动能力 到最后 会因为无法自主呼吸 而失去性命 请问医生 她有多少时间 很难说啊 慢则一年 快则说走就走 早餐 早餐 娘 我带你回家去 回家 回哪个家 回我们的家呀 我又不认识你 小枫 小枫 娘 老夫人 小枫 小枫 别让他们把我带走啊 我不认识他们 我只认识你呀 老夫人 你不是要找你的孙子永逸吗 是啊 是啊 你只要跟他们回去啊 就可以见到您的孙子了 真的吗 真的 来 来 走吧 好 小枫 我 我真的可以见到我的永逸吗 可以 我带你去见永逸 你没骗我 我没骗你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好久没看见永逸了 我记得那天 我睡觉醒过来 我睡觉醒过来 他就不见了 我打过他 骂过他 他一定是生我的气 所以躲起来不见我 你带我去见永逸 我要告诉他 我打他骂他 我都是为了疼他呀 赶快带我去见永逸 快 快 我带你去见永逸 好 我们走 走 走 去见永逸 你 娘 医生不是说 哥已经没事了吗 您先回去休息休息吧 不 我还是放心不下 副省长夫人 有位病人说他想见你 谁啊 这个时候 我谁都不想见 可是那个人 去去去 没看见我们夫人在休息吗 很抱歉 我只是受了病人的委托 那位病人 夫人也认识 他叫何音 何音 娘 你认识这个人吗 何音是谁啊 她 她是娘 以前的一个朋友 好多年没有见了 那我过去看看她 她住几号病房 夫人 我带您去 这位就是她 夫人 护士小姐 谢谢你了 出去的时候把门关上 是 夫人 你看起来 病得不轻啊 我是没生多少日子了 所以 趁着还有一口气在 说什么也要见你一面 为什么想见我 夫人 你的小女儿现在怎么样了 该长得挺挺郁立了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给她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就叫刘宁 是吧 你问这个干什么 时间过得可真快 你转眼十五年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都快要死了 也应该准备后事了 我需要一笔钱 你是在勒索我 你还记得吗 当年在买卖女婴的时候 你我手中 各有一张契约 我就担心 我死了之后 那张契约 要是被别人发现了 上头 有您的签名盖章 那就不好 告白 娘 这里有门槛 你小心一点 快点 娘 这里就是度假了 你回家了 终于回来了 从今以后 我一定好好照顾你 守着你 不会再让你离开这个家了 永逸呢 你不是说要带我来见永逸吗 她人哪 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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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永逸她出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 是吗 别错 您啊 先坐下 她呀 很快就回来了 哦 哦 欣灵 欣灵 哎 你看谁回来了 奶奶 奶奶 怎么会是您的奶奶 谁是您的奶奶呀 我只有一个孙子 她叫永逸 你 奶奶 我是新莲 我是您的孙女啊 新莲 奶奶现在谁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你哥哥永逸 奶奶 我是新莲 你不认得我了吗 你真的不认得我了吗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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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带来了吗 带来了 嗯 请 羽ENTE 娘 我 每个都只不得走了 吗 即使呢 要好 要考舆讯 哎 呀 我 呢 什么 契约书怎么会不在你手上呢 那份契约是在一个男人的手里 当年夫人小产的时候 就是她告诉我 叫我去找你的 那这个男人是谁 说了也没用 你不认识 那你是当孩子的来历吗 不知道 我只知道是别人偷来的 至于孩子的父母是谁 我就不清楚了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夫人 我都快要死了 干吗骗你啊 放心 不会有事的 万一她拿不到钱生气了 直接把那份契约 投给报社 钱你留着吧 你回去告诉那个男的 聘我们留家的本事 只要那张契约书 出现在任何一家报社 那么 我一定有本事找到她 而且 我敢保证 我一定会让她 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我应该死你 那么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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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前 那我 应该刚出生没多久吧 是啊 六小姐 咱们来玩个游戏 怎么样 游戏 好啊 娘 你还记得吗 这把梳子 是佑萍买给您的 您的儿子佑萍 一直是个好警察 他热爱他的工作 常常工作一忙 就忘了他自己 可他唯一没有忘的 就是娘啊 娘 喜欢吗 这梳子 你还记得吗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我有个孙子叫永义 我们家只有两个人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你娘 我知道 我知道您心里只惦记着永义 就算您忘了自己是谁 可您都不曾忘记您的孙子永义 可不是吗 我连我自己姓什么都不记得了 可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 我的孙子永义 我那个孙子 我那个孙子 脾气倦得很 有时候我骂他 他还会顶嘴呢 对 那就是永义 是永义 不管他再生气 他不会看着他奶奶跌倒 而不去扶他 不管他脾气再俊 他也会护着他奶奶的 可是这一回 为什么他要跑出去 就不再回来了呢 难道 永义 真的生我的气了 永义 真的不理我了 难道 你还真的不要他奶奶了 娘 不会的 不会的 他不会不理您的 他只是不知道您在哪里 他找不到您呢 是真的吗 那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他呀 什么时候 娘 我本来想带您去见他的 可是我后来一想 我还是让他来看您好了 娘 奶奶睡了 刚睡 娘 这些日子您也够辛苦的了 现在又要照顾奶奶 我怕您身体受不了 以后就让我来照顾奶奶吧 心里 你的心意我知道 不过 杨家不能没有你 可是 娘 对了 我现在有个事 你倒是可以帮我一下 什么事啊 你可以帮我去找一个人 找谁啊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有个嫂子了 嫂子 其实他跟你哥 还没有成亲 不过他老早就把我当成娘了 你这个嫂子 其实你也早就认识了 我认识 我今天就要好 你自己 把我给你了 那你 你一切都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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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切与你一切开 你一切都能不能 你一切都能不要 我一切都能不能 而不 也帮不上您的忙吗 没事 没事 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那天刘家公子出师以后 我听店里伙计提起 才知道你跟脖子义的关系 这种时候 我看你还是赶紧离开的好 等以后没事了 你如果还想回来 我随时欢迎 好 谢谢你 蔡老板 不客气 不客气 蔡老板 新莲姑娘 你怎么来了 我呀 是来找我嫂子的 我 郑经理 当我知道 你就是我嫂子的时候 我真的好高兴啊 嫂子 娘让我来找你 希望你去见一位长辈 娘 茶来了 你慢慢喝 你慢慢喝 娘 娘 嫂子来了 莫莫欢迎 来 见过奶奶 奶奶 她就是泳衣的奶奶 也就是你的奶奶 娘 你那孙媳妇来了 孙媳妇 是啊 来 她就是泳衣的媳妇 别开玩笑了 咱们家泳衣才多大点 哪来的媳妇啊 泳衣呢 怎么还没回来 娘 您不相信也没有关系 可是婉月真的认识泳衣 是吗 是啊 如果您想知道 泳衣现在过得好不好 您可以问问她 那太好了 冠玉啊 你告诉我 泳衣是不是生我气了 奶奶 泳衣不但没有生您的气 而且非常想念您 她要是知道您还健在人世 还回了家 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可是 她为什么一直躲着我不肯来见我呢 我大概想起一点了 有一天 我骂了个女人 泳衣很生气 就跟我顶嘴 然后 我不但骂了她还打了她 泳衣一生气就跑出去了 奶奶 那您还记得 您骂过的那个女人是谁吗 一点都不记得了 这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 想起什么了 那个女人 她好像对我很好 可是 为什么她对我好 我还要对她凶 还要骂她 还要骂她那么狠毒的话呢 那个女人 还常常牵着我的手 到外头去散步 可是 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 一点都想不起来 谁 到底是谁呢 晚衣 谢谢你啊 让你跑这么一趟 伯母 你是不是希望我去找永逸 让她回家一趟 看看奶奶 我是这样子希望 可是我也知道这样做 对永逸太危险 所以我不敢 娘 您是不是希望 借由大哥 来唤醒奶奶的记忆 我不知道这样做 会不会成功 但至少能有一点点机会 伯母 只要有机会见到永逸 我一定会告诉她 至于奶奶和永逸 碰面的地方 不一定要在家里 约在外面 这样比较安全 这倒是 那晚衣 那就麻烦你了 嗯 杜有意在哪儿 我不知道 不知道才怪 我不想为难你 只要你告诉我杜有意在哪儿 我立刻放你回去 不要紧 就算你不说 他也一样会出现 只要你在我手上 我就有把握逮住 我已经到处放出消息 他很快就会知道 我太了解他了 为了你 他一定会出现的 现在你明白了吧 我逮捕你的真正目的 就是要逼杜有意出现 赵有事 马上把郑婉玉给放了 别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 这事不用你插手 我自由主张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择手段 难道你不知道这么做 伤了多少人的心吗 我只知道依法办事 其他的 我没讲那么多 是吗 那你母亲呢 当初她是不是也知道杜有意的下落 她是不是也算是藏匿逃犯 你为什么不干脆把她给抓起来 再判个十五年徒刑 住口 我只告你 不许在我面前提起她 你不想提起她 可她却永远地惦记着你 你呢 你做出各种伤害她的事 她却对你没有半句怨言 够了 这难道对她公平吗 够了 我不想听这些话 我真的不明白 她这么体谅你 处处地为你设想 可是你却一味地怪罪她 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伤害她 来成就你自己 这到底是为什么 难得就是你所谓的 你想证明你自己 你想借着伤害家人的方式 来证明你自己 我叫你不要再说了 我偏要说 你伤害了这么多人 你到底想要证明什么 你想证明 所有的人都对不起你 还是你想证明 所有的人 都该为你心酸的成长过程 付出代价 是这个样子吗 没错 他们都应该付出代价 在我真正戏刷 自己身上的物名之前 所有亏欠我的人 所有指责我的人 都必须付出代价 我告诉你 您就我过去所受的那些痛苦 他们这些人所受的痛苦 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 没有人有资格指责我 也没有人能够顶弃我 这样 你明白了吧 你可知道 当年爹是怎么死的 爹就是被彭坚害死的 你知道 我为什么非要抓你不可 我当检察官的目的 就是为杜家血迟 洗清杜家的污名 哥 难道你都没有想过 你的所作所为 是让爹娘蒙羞 你跟了彭坚 就是验贼作妇 就是验贼作妇 叶哥 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对了 坚哥什么时候回来 我怎么知道 他呀 说不定又云云到什么地方去了 云游 你不知道 坚哥这两年变化挺大的 我们兄弟们的事呢 他也很少过问 出门也不带兄弟们了 你说 老师一个人出去瞎逛 这不叫云游 叫什么 叫你这么一说呀 坚哥都像个出家人了 叶哥 我问你 你知不知道 当年我爹是怎么死的 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个 也没什么 只是觉得有点好奇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们一家重逢 但人是已非 这让我想起我爹 如果我爹当年没有死的话 我们杜家也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 据我所知 当年杀死你爹的凶手 除了段家乡之外 还有一个人 谁 就是当年的县长 刘涛 刘涛 没错 他和段家乡是同伙 你爹的死 绝对和他有关 真有这回事 以前我埋着你 是因为你年纪轻 怕你冲动惹事 害了自己 刘涛和段家乡一样 当年都是我爹最好的朋友 一哥 一哥 不好了 嫂子出事了 你又是伤害的 我说就没有 我只能敌人 你 不恙 那么够 那我就 给我 你 青春 我 你 伤害 我 你 做 你 你可是我们这帮人的少主 你要是少了一根寒毛 我怎么跟尖歌交代啊 少主 叶哥 这话我不懂 尖歌早就说过 你就是他未来的接班人 不不不 叶哥 你别这么说 论备份派资历 都应该你接班才对啊 话你说了不算 现在啊你还不是老大 老大呢是尖歌 所以说啊我只能听尖歌的 走吧 给我 我要找张检察官 他 他 请问你是张检察官吗 我是张检察官 有人让我送封信给你 是谁让你送给我的呀 嗯 我知道你要的人是我 我来了 茶楼见 我来这儿不是跟你喝茶的 你别急 你别急 先听我跟你说个故事 听完了想怎样你看着办 万瑜 那时候他八岁 我十岁 我看着他坐在他父母的尸体旁边 泪水早就枯干了 从那天开始 万瑜就跟了我 我走到哪儿 他就跟到那儿 直到有一天 我告诉他 要继续跟着我 他的命运就只有一个字 王 不是死亡就是亡命天涯 我 后来又有一天 我告诉他我想娘想的话 总有一天我要回到故乡 每天以后 他就从我身边消失了 那后来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大概是两年前吧 我回到这儿 那是我离开故乡 多年之后第一次回来 进了这家茶楼 就坐在这儿了 突然 万瑜带着微笑出现在我面前 他说 我们的娘 什么时候才回来 他一直在这儿等你 就是为了等娘回来 没错 他就在这儿等我 他根本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回来 甚至不确定我会不会回来 张监察官 这就是已经被你抓进牢里的郑万瑜 你说到底让我怎么做 你才肯放他 我不想再用枪押住你 抓他的目的很简单 用你换他 可以 就依你 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先放了万瑜 然后等我杀了刘涛和段家乡之后 我就去找你自首 为什么要杀刘涛 因为 当年他也是杀害爹的凶手之一 这太扯了吧 你别问这么多了 我现在只问你一句 我提出的条件 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如果我拒绝呢 如果你答应 我会很感激 如果你不答应 就算踏平整个检察署 我也要救出万瑜 就算被射成蜂窝霉 我也要还他自由 我劝你不要应该 否则 你只有死路一条 看来你还在乎我的生死是吗 借了 兄弟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反正不管你答不答应 我最后的结果 都是死路一条 对了 有空多回去看看娘 这就算是我的第二个请求 没关系 娘 您只是一时记不起来 有我在您身边 我会帮助您的 我会帮您一样一样 找回过去的记忆 好吗 你认识他 你认识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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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我奶奶 是我奶奶 老太太 老太太 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我 我孙女到附近去买点东西 叫我在这儿等他 不许我乱跑 您是 您是跟家人住在一块儿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您不知道 我住到他们家去 其实 只为了要找一个人 先生 您是此地人吧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小男孩 大概个头就这么高 他是我孙子 叫永逸 您见过他吗 老太太 您只在开我玩笑罢了 您的孙子永逸 现在大概已经长大了 你在瞎说什么呢 我才几天没见他 他能长大多少呢 先生 您这是 您别害怕 我就是永逸 奶奶 你是永逸 先生 不要随便乱开这种玩笑 再这么说 我要生气了 奶奶 我真的是永逸 我就站在您面前 您为什么还不认输我 年轻人 你真的弄错了 我不是你奶奶 我的孙子 才只有八岁的 你弄错了 奶奶 好 警察 别闻了 民助 哥 新年 奶奶 你回来了 新年 奶奶 你回来了 奶奶 她失去记忆了 过去的一切她都不记得了 幸好娘找到了她 才把她带回来的 失去记忆了 过去的一切她都不记得了 哥 她只记得你 小时候的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让你吃了这么多苦 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 我不是你们的奶奶 你们弄错了 就连这位新莲小姐 也不是我的孙女了 我只有一个孙子 叫永依 Zither Harp 多少枫雨在人生的路上 多少悲伤要獨自去船 这双肩如何担负 恨和希望 恨和希望 雨雪风霜 告诉自己要坚强 云尘万丈 多幸福遥遥相望 冷暖悲凉 点点滴滴在心上 看来疏忘 看头人世浮华沧桑 如果永恒是一个梦想 爱会给我力量 不再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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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彷徨